最近这个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er R1这个版本非常的火爆啊 而且这个火爆还是由外之内的 不仅在这个苹果和谷歌的APP应用市场上均达到了这个下载量第一的地位 而且因为这个中国产的AI产品啊 它是在欧美市场率先火爆起来的 还导致了英伟达这些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硬件设备的这些厂商股票连续几天大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款国产AI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呢 对硬件的依赖和消耗呢 远低于国外的这些巨头 比如说OpenAI的这个训练成本 所以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担忧啊 就说是否这个AI工具的价格也会被我们中国产的产品打成一个白菜价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会向各位展示一下 用我本人的这一台配置并不是很高的笔记本电脑 在本地部署一下这个Deepseek R1大模型 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来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那么在本地部署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啊 比如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就是Deepseek遭受了大量的这个恶意攻击 导致它的部分服务是不能够提供的 所以这个时候本地部署的好处就出来了 就是说本地部署 它使用的是本地的软件和硬件资源 即使在官方的这个被攻击了 那么你本地使用的话还是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的 那么本地部署的这个版本呢 也有很多个版本 根据你电脑的这个不同的配置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版本去使用 去本地部署 这个是Deepseek的一个首页啊 从首页我们看到这个Deepseek R1是目前最新发布 并且开源的一个大模型 它的性能是对标OpenAI的O1正式版 在网页端APP和API都可以进行一个使用 目前网页版呢 是还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这个API API这个调用呢 目前是因为遭受了大量的这个恶意攻击 目前是停止服务的一个状态 但是网页版目前是仍然可以使用的啊 然后在首页的下面有这个Deepseek大模型 跟其他的大模型的一个性能的对比 分别从这个英文处理的角度 然后代码编写的角度 以及数学计算的角度 还有这个中文处理的角度 从这个比分看呢 这个Deepseek的这个比分 跟其他大模型都不相上下 特别是在中文处理方面啊 它的这个比分是大幅领先于其他境外的一些大模型的 这个Deepseek R1啊 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正式发布的 也就是在川普上任的第一天 它的性能是直接对标OpenAI的O1正式版 并且它是一个完全开源的大模型 OpenAI O1是一个必源的模型 先看一下我的这个电脑的配置啊 我电脑是联想拯救者这个游戏本 R7000P的 然后CPU啊 是这个 然后主要是显卡 是英伟达的显卡 显存大概8G左右的 然后内存的话是16G的 内存16G 呃 硬盘是一个固态硬盘 1T的固态硬盘 这是我的一个电脑的一个基本配置情况 好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在本地部署的一个安装的步骤啊 我们参考一个就是零度解说大神的这个步骤啊 那么这个安装主要分这么几步吧 首先是要安装这个欧拉玛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欧拉玛这个工具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在本地的管理安装这种各个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可以在本地很好的把这个各个大模型管理清楚 你要使用哪个大模型就在这个里面设置 哪个大模型就行了 这是一个本地的大模型管理工具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web UI 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需要跟他对话嘛 那么这个web UI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界面 可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或者是自己安装一个工具 来跟这个大模型进行对话 那么这个web UI控制单 我们这次安装的就是一个歌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啊 在插件在浏览器里面跟这个大模型进行对话 下面是一些这个安装命令 我们因为这个deep seek根据你的这个电脑配置的不同可以有很多个版本 比如说这个1.5B和7B8B 这个就适合比较这个低配的电脑吧 就是8G到12G的 那么我的电脑是8G 那么我现在选择的是这个8B的这个版本去安装 如果你的配置更高呢 那你可以选这个14B啊 32B甚至70B的 根据你电脑配置的一个高低来进行一个选择 因为我是1T的这个固态硬盘 还有16G的内存 以及8G的这个英卫达显卡 所以我这里选择8B这个版本来进行安装 看能不能跑动啊 好 现在我来下载这个欧了码 点个这里就行了啊 我们在第一盘找到刚刚下载了这个欧了码 然后双击安装 点击安装 它现在正在解压 这个过程可能有点慢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现在这个已经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Windows的这个终端调用出来 然后根据这边的安装命令 继续去安装对应的这个大模型版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要安装这个8B的 我们就把这个命令复制出来 然后回车 这样子的话 这个欧了码在后台 就把这个Deepseek R1的这个大模型的数据从远程进行下载啊 总共是4.9个G 现在的下载速度大概是10兆每秒需要8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现在是下午5点43分 现在这个提示已经安装成功了 下载了快一个小时了 然后我刚按了 按按键 然后他现在让我来输入这个信息跟他对话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命令创考里面不太方便 我们待会会去下载一个浏览器插件 然后在浏览器插件里面调用这个模型来进行对话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链接啊 然后就是这个本地AI模型的这个webUI的这么一个浏览器插件 我们把它安装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去 然后在这里置顶一下 他就到这里来了 我们现在打开 打开之后这里提示欧了码正在运行中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 刚刚我们安装了这个8B的这个模型 选择这个8B模型之后 然后在这个设置这里啊 设置这里 设置一下这个RAG这个 然后把这个8B模型选中 我们就现在就使用这个8B模型来进行一个本地的测试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new chart 这里问一下你是谁 他说您好 我是由中国的深度求索Deepsec公司开发的智能助手 DeepsecRE 我再问一个我要开立一个新的youtube频道 你能给我提供哪些建议 好他现在就很快速的给我提了好多建议 第一个明确目标 第二个置地内容计划 第三个优化标题和描述 选择合适的标签 制作高质量的内容 第六个互动语响应 第七个持续优化 然后现在上传一张图片 就是这个手指上站着一个攻击的这个图片 也是我之前生成一张AI图片 我让他分析一下 请分析这张图片 他的这个思考的步骤全部在这里 他这边下面有几个这个按钮 一个是read around大声读出来 好的让我来分析一下这张图片 首先这张图片的内容还不明确 我需要从描述中获取更多信息 一图片的主题 图片可能包含文本图像或其他视觉元素 停止 这个就是在本地搭建了这个 Deepseek R1 8B版本的这么一个本地部署的 这个过程还是挺快速的 也挺方便的 就是现在因为我的电脑配置 是有限所以只能安装这个8B版 如果你的配置啊很高 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 可以安装这个14B的 32B的70B的看你的这个电脑配置 你开设计的电脑配置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 你开设计的电脑配置